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信 现在的人很容易感到孤独 可能是因为太依赖电子产品了 我是不用手机的 连我的朋友家人联系我 都要找我的经纪人 我的经纪人找不到我 只能给我发邮件 要不然你们以为 我的名字怎么来的 信 是我跟他们沟通的主要方式 我最近一次感到孤独的时候 是前两天 刚起床的时候 不小心照到镜子 真帅 太孤独了 没有办法告诉别人 因为我不用手机 我不能发朋友圈 那我这么帅 只能来节目让你们看一下 好不好 不用手机聚会比较麻烦 有时候约了朋友 或者是有人跟我说 信 加个微信吧 我说我不用手机 对方就会 然后下一个表情就是 不给就不给 转个屁啊 不用手机 那我也很无奈 那我说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 我说好 我就留一个地址给他 我说我常常在这边出现 有缘的话就会碰到 这是真的 我觉得不用手机 会让我更关注人 和别人的相处 会更有质量 比如说你跟我面对面说一个事情 那我会说 我知道了 但是如果透过手机就是 傳信息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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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个笑脸 要不然 要不然 我如果跟你傳說我知道 你可能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不想知道 你們也可以學學我放下手機回歸生活 這些年真的有人 被我影響 然後呢 不用手機 然後 你知道我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我再也找不到他了 我現在講的都是我生活中 真正沒有手機的故事 然後越講會有一種孤獨感就冒出來 我現在出去旅遊都會 盡量找能夠用現金的地方 真的 我 這個真的很孤獨 上次用現金結帳又被拒絕 然後他說 我說我手機只有現金 他說那你用現金去買個手機嗎 我覺得孤獨有一種好事 會讓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 王者的情節 從來都是我找人 別人都找不到我 我也覺得自己特別的重要 然後每次出現的時候 他們都會覺得是一種意外的驚喜 也會很激動 我理解 因為坊間有傳聞 能見到新的 運氣都不算太差 有時候跟朋友約吃飯 然後他們都會派一個人在現場等我 因為 如果他們要換地方的話 必須有人在那邊等我 要不然我會找不到地方 如果我臨時換地方 也沒辦法告訴他們 然後 有時候跟朋友吃飯 這是我 常常會碰到的事情 就是大家大概吃了半個小時之後 也不要打哈欠 這樣我很難過 我很快很快 馬上講完 吃飯吃到一個程度 然後大家就開始低頭看手機 然後就剩我一個人 因為我 然後剛好服務生又進來 拿著帳單 然後只有我勇敢的孤獨的看著他 好 給我 然後他就拿了個二維碼出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二維碼 然後我就跟他說 要蓋帳嗎 我 我一個人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寫歌 不會孤獨 但是我最近錄的新專輯 臉金書 哇 這個硬塞得很好 唱得真是太好 那我就回去 聽一下以前的作品 看有哪些什麼缺點啊 結果發現 太高了 你知道我有多怕高嗎 我每天起床就很害怕 這種感覺真好 所以我其實 又有一種那種 亡者孤獨 其實你真心想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是不會感到孤獨的 現在城市人的孤獨 都是被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給影響 十幾億人都在拚命 你哪有時間 去孤獨 當你有孤獨的時候 你應該要享受它 應該要珍惜它 對不對 那你真的要學孤獨你就學我 你沒事看劇 或者是看股票 那你就會感受到孤獨 因為你常常跟別人看的都不一樣 我今天說了這麼多 你們肯定 不知道我到底怕不怕孤獨 其實我們有對象的男人 哪有時間怕孤獨 看我看我 親愛的 親愛的我一點都不孤獨 我們要兩個在一起 才會完美 好嗎 大家理解一下 我不這樣講話 回去沒辦法 好 那個交差 行李都丟在外面 無家可歸的人 才是最孤獨的 謝謝大家 我是姓 拿去我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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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